国内第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在9月份大爆发之后 疫情的镇央已经从沙巴慢慢转移到了雪州 像是昨天雪州一天就新增了829宗的确诊 持续高居全国第一 对于雪州每天的病例都在不断的暴增 许多人都在担心州内的疫情会不会失控 对此目前领导着雪州新冠肺炎特工队的前卫生部长 祖基菲里他解释 目前大部分的病例都可以归类到现有的感染群 而不是社区的零星病例 同时雪州的确诊人数暴增其实是在预料之中 因为当局增加了更多针对外劳的检测 他也预计透过增加检测和主动追踪病例的方式 州内的确诊病例还会进一步增加 另外对于横跨雪州多个县的长笛感染群 祖基菲里推断这个感染群之所以会向外扩散 很可能是因为外劳他们被送往不同的公司工作所导致的 当外劳管理公司按照各工厂的要求 把外劳送往各地之后 这些工人他们会因为住在共同的宿舍区 而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他认为如果要降低外劳宿舍爆发感染群的风险 就需要妥善管理他们的居住环境 那除了分析雪州疫情大爆发的原因 祖基菲里在接受我们的姐妹台 Astro Avani访问时 也透露了由他所领导的雪州新冠肺炎特工队 在应对疫情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在工作场合扩散 雪州新冠肺炎特工队主席祖基菲里指出 他们推出了一项名为封堵疫情源头的措施 在措施下当局鼓励雇主为员工进行检测 并通过规划移动泡泡等方式来控制人员流动 另外虽然政府解除了全国的跨州禁令 不过祖基菲里提醒目前州内大部分地区 依然属于疫情红须 因此雪州人民不应该急着跨州返乡 以免他们的家人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之中 如果我们只能够遮免疫情红须 不过我们只能够遮免疫情红须 疫情红须也会连接我们 即使我们已经在国家 但我们的心情红肺炎确诊病例 如果我们能够爱我们 或是在家里面 不要用心情红肺炎 我们不能够遮免疫情红须 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一样维持在四位数 新增了1937宗的确诊 其中雪兰儿依旧是疫情最严重的周数 新增了823宗确诊 紧接在后的是沙巴429宗以及吉隆坡的238宗 另外国内今天也再新增了三个感染群 一个一共是涉及四个周数 分别是沙巴 吉隆坡 雪兰儿及登加楼 目前全国还有189个活跃感染群 同时今天再有911个人康复出院 并有9名患者不幸病逝 当中有7人是大马公民 两人是非公民 他们大多都是患有慢性病史的